大家好,我是王光荣 我们上一节课讲了 GNI类型转成C类型 这一章节本来计划是 一节课就把它讲完 结果内容有点多 所以分成了两次讲 最后一节课还忘了 不知这个作业 给大家再看一看这个作业 全部都洗出来了 可以去完成一下 根据前面所讲的内容 综合应用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去进行我们的这一部分内容 C类型转成GNI类型 C的基本数据类型转成GNI类型 那么什么情况下 C的基本类型要转成GNI类型呢 就是你的C的这个数据 要传给JR 比如说 返回值 JR本地函数 C元的那个函数 对应的是JR的一个本地函数 而它有个返回值 你就必须在C里面 要返回给JR 这一种情况呢 你就应该首先我们定义的是C的数据类型 再把这个C的数据类型转成GNI类型 一返回回去JR就可以接收到 那么这个返回值呢 我们都应该用这些 类型 就是这个GNI类型 当然也叫Lative类型 这些类型 返回去的时候JR就应该用 对应的这些类型来进行接收 现在讲的是针对的是基本数据类型 注意了 这个我们把它改成GNI吧 看一下这个本地函数 这一些 这里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本地函数 分别对应的是 它反过值了 分别对应的是JR的八个基本数据类型 那如果说这个本 它是本地函数的话 这些函数就应该用C来实现 C再去实现的时候 它相应的反过值的类型 就应该是根据这个对照表 它就应该是接Byte 接Suit 接Int 这个接Long 接Float 接Double 接Bloan 接CHA 就应该是这样 好 我们用实际的例子来说话 先创建一个项目 ndk test4 我们把本地函数全部先烤过来 我们把本地函数全部先烤过来 卡过来之后呢 我们很想到这儿都要调用它们了啊 这个调用还有点麻烦 这么多函数啊 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去多取一个 把这两个对象都取出来 它们都有ID号 取出来之后呢 我点击按钮 把这些函数都调用了 然后把这个返回指南 全部显示到testview上面去 来实现这么一个功能 所以说我先干脆把他们定义在前面 testview 还有一个是Bottom 然后这里先去把他们取出来 by list.tv等于list.finalview by the r.id.f 这个testview的ID号 工厂设定模式 bta等于list.bottom 抢种情报的 哪办法 为这个 bta 为bottom设置建立器 还是把单情率当建立器 然后我们去调用这些本地行数 每个都调 当然每个调了 都有一个反回指 sdn getbite 返回一个bott值 返回一个bott值 比如说 我们把返回的纸来把它组装起来 到时候一次性把它全部显示在testview当中 再去调用 get it sho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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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这个反回指在追焦在支付串当中 到时候把支付串一次性显示出来 short short byte short int 还有个lap 然后是float float double bool 之后 去尔 b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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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ouble b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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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还有是布尔子 最后一个是church 好这些函数直接点按钮全都调用完了 然后返回结果全部都被追焦到了这个 s条当中啊我这做的有点不太妥 应该要隔开一点点啊稍微 看我没想办法 把这个值了隔开一点 要不然的话等会看到全都粘成一块了啊 我呢 好 交给了这边的代码呢 还剩下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去交载动脑口 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洗C语言了 在项目小边 找一个文件夹 写一个C语言文件 TST.C 然后再把已经存在的模板 拷过来 然后就洗C语言 我们这C语言函数 如果我上课洗的话 这个就没有什么上课质量了 因为这个代码 所以我这提前写好 现在节约到就看了时间 看看有没有错 应该没有错 交了开头 这个是包名 就对应到这个包名 然后对应到类名 类名 然后对应到过过函数 你看 就这样 然后这个每个函数都有个返回头 交本是byte类型 你这里就要返回Gbyte 交本是short类型 你这里要返回Gshort 那就是这样 那我们这里就需要使用到C类型转成 建案类型 首先这里返回的byte 定义到C类型 所以这里为什么用chill呢 因为还是因为那个对照表 本来是byte 而C语言用chill 还是跟对照表有关系 你看 交本的byte G&I的byte 而C语言就是chill 交本的chill C语言 G&I的接chill 交本就是 对应的C就是onset short 这个交本的这个布尔形 C语言的经验也是接不乱 然后对应的C是onset的chill 当然这个可以把这个整数弄一个大一点的结束 其实也没有问题 好吧 整个过程呢 其实简单 每个都是一样的 接byte chill 转换 把这个chill的形转 转成这个 G&I类型 因为 因为这个C语言的chill类型 就是G&I的gbyte类型 所以直接就复制就OK了 那甚至你这里可以直接返回Y 其实都是可以的 因为chill嘛 就是gbyte 只是说我们心里面 还是应该有这某一个逻辑 同样的道理 这个short C语言的short 这个就是g&I的short 所以直接复一 反正凑了一个返回值 217201 同样的这个道理 返回Y 返回Y 这里改一改 这里呢 要返回一个接浪 接浪 接浪类型 这里我们用一个浪就OK了 因为我这个系统呢 是64位的系统 所以说这个浪型已经占 已经占了是64位 而接浪也是64位 所以刚好相对 当然如果是说是32位系统的话 浪只占32位 那么这个浪浪呢 在诗语言当中 32位系统里面 它才占了64位 如果是32位系统 那我们这边必须写成浪浪 这样的话 这个x才是64位 才跟这个匹配 才能转过去 是这样的 我这儿是64位 所以说直接这样写就OK了 floatfloat double double 这是布尔子 根据对照表 我们知道 这个布尔子 unside chair 你看这个 unside chair unside chair 就对应于jnid 即不了 对应于jnid 就是说c元的unside chair 我这随便给它洗一个 对应的就是jnid jnid的gblog 所以这两个子 可以任意的 这个类型和这个类型 实际上是一样的 所谓的转换 不如说是 等一样替换一下 再把它返回 当然我以前说 这个 交本当中的触合force 传到c元当中来的话 c元接收到是 1或0 那么我c元 那照理说 我这个c元 我传过255的话 这里返回过255的话 jb接收到 它是布尔类型接收 那么应该是多少了 就应该是除 你这个不一定是非得是e 拿写个e也可以 其实你只要写的是什么呢 这个类型范围之类的 到于0的整数 那么你返回 交本接收到的 它都是force 都是true 如果你知道你写成0呢 交本接收到的时候 就是这个 你知道你返回的 实际上就返回的是个force 如果你写成0的话 是这个意思 当然这个chir 还是对代表 对代表里面可以看得到 这个c元的onsendchir 就是对应的gni的gchir 而gni的gchir呢 又对应java的chir 所以说就这样转换 把它返回 这里是个字符 用字符的形式 这样返回 整个过程就完了 看一看java能否 把这些c元转换成的 jni类型正常的接收到 并且显示在test的上边 突然想起好像 我们的交本这里差了一步 这个全都接收完了 的确是接收完了 接收到了 但是我没忘了把这个 这不出来显示 我们之前这里创建了 有一个tv 直接把这些写实在这个tv上面就OK了 再可以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tv 能不能装这么多啊 tv 能装 它是网上内容 如果装不了 它会自动扩大 能装能装 c元写好之后呢 我们就按照固定的步骤 应该把它弄成 把应该把它弄成动态裤 动态裤之前又应该有一个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打开已经不用改了 因为这个都跟这儿呢 都是一样的 刚好匹配起来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 目录下边去 去打包掏成动态裤 我看当前目录是在工作空间下面的 ndk test3 我现在返回上一级目录 就进入我这个ndk test4 所在的目录 也就是一颗nips的工作空间 然后我们再进入ndk test4 进入我们的这个项目文件甲 回车然后在使用我们之前 经常使用的这个命令 来运行 这出了点错误 检查一下 发现错的地方 他说 allow rule to make a talk 他说 找应该说是没有这个目标 就是找不到这个经验目录 下面的这个testc 他去找这个testc 是因为这里配的是什么呢 testc 他去找 这文件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 因为我们这个文件写的是txt 看来两边任意一个地方改一下 就可以了 把这个改成testc 改了之后我们再来用命令 ok 这次运气好 成功了 我们再来刷新 就可以运行测试了 好 把拖大一点 点button 我们就发现了 你看 数据就全部都来了 刚才是没有的 我一点他就来了 对吧 下面成功了 这个当初那边传到 负尔子的 Giproon 他传的是一个 1到10的 所以这里是处 并且那边传到一个字符 A 这里也接受到了 叫Job 这样就把他们全部给结束完了 总结一下我们这个事例 我们这个事例就是说 交付了这些一系列本地函数呢 都是有反复值的 全是基本数据类型 所以我们的c函数呢 就应该用对应的 GNN类型 作为反复值 而c语言要得到GNN类型呢 它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先c名一个c类型 然后再把c类型转成GNN类型 再把这个GNN类型返回 Job那边自然可以接收 Job接收到之后 我再把它全部 创到支付串里面 然后一次性把它显示在TV上面 所以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这个TV上面就可以 在它运行一下 你看就可以看得到了 所有的结果 好 这就是我们基本数据类型当中 GNI转成C C转成GNI的内容 谢谢大家 当然我们这个 本节内容呢 还没有讲完 我们还涉及到一个 支付串的转换 就是把GNI的支付串 转成 把C元的支付串 转成GNI的支付串 之前是GNI的支付串 转成C元支付串 这次我们也反过来 好 下几个课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